如今遍地开花的选秀活动不仅造福了许多有音乐梦的路人甲 许多歌手也因此受益悲浅 刚刚发出新专辑至纯净的郭靖 就因为担任台湾著名歌唱选秀栏目的主持人而备受关注 只是被关注的并不是他的主持功力 而是他越来越绚细的身材 9月9日一身松化变装粉嫩现身公益活动的郭靖 这坦言主持就是自己减肥的动力 其实我我是因为主持的关系 所以我稍微少吃了 因为主持穿的衣服没有办法像我自己平常的那么休闲 所以都要穿些小礼服 我就想说既然要露一些手背或是小腿的部分 所以我想说还是瘦一点会比较好 能够抛掉跟了自己多年的婴儿肥 不然是件好事 但肥肉减光光的同时 郭靖不该瘦的地方难免也要跟着锁水啦 最卡的朋友跟着减少 稍微但是这还是必须的 必须会减少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瘦身的感觉 连曲线都不要也要瘦下来 郭靖对主持工作的认真态度可见一斑 虽然还是主持界的新人 但他可是以实力派主持天后淘金银为目标 是要在主持界站下棋之地 我觉得他主持人棒的一点是 他可以掌控所有现场的情绪 不管是观众或者是选手们 然后就是有欢笑有泪水的 这个节目会特别好看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一次超偶 也是可以有这样的呈现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